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下來要這門課 那我們繼續往下講的單元是關於這一個 這兩本課本可以各自對應一下 這個叫actually function 指的是我們在前面兩個章節所學到的 所謂的熱力學的性質 包括內能或甚至entropy 我們等一下為大家介紹了一些關於free energy的概念 那它的這些函數或是性質之間的這些關係 那我們在這個章節裡面會替大家來做個介紹 還有另外一個這個重點是著重在 我們在之前講到的這個內容裡面有告訴你 很多關於ideal gas它的一些主要性質 那我們跟你講說對ideal gas來講 它的這個內能它主要跟溫度有關係 那至於說為什麼 那事實上我們可以利用數學上的證明 來得到這樣的一個結果 那這個都是我們在這個章節裡面要告訴你 就是說你究竟要怎麼利用這個數學上 或甚至這個物理上的一些關係 是那去將你的這些 所謂的這些熱力學這些性質 那把它的這個關係把它都在一起 所以第一個我們要講到的 這部分是關於 那究竟這些關係事啊 那是什麼關係事 就是我們在這堂課 這門課裡面所關心的這些性質 這叫做熱力學的這些主要的這些值 好那 事實上你在這個熱力學裡面 大概看到這些 這個所謂的 Chermodynamic property 這叫熱力學性質 那總共有八個 那它有這個HUGA跟PVTS 那先看一下下面這個PVTS 那當然指的是這個壓力體積還有溫度 那X指的是這個entropy 那上面這個HUGA HU的話 這之前有講過分別指的是這個entropy 跟這個內能的部分 那G跟A我們等一下會講 這G跟A兩個 都是代表這個free energy 它是所謂的一個自由能 那這個單元 那主要就是要來告訴大家說 那究竟這八個函數 或是這八個性質 那它彼此之間的這個關係 是長的什麼樣子 好那這八個性質啊 我們在一般的認知 基本上我們會再把它細分成 所謂的這個能量函數 跟非能量函數的這兩坨 那什麼叫做能量函數 那能量函數 顧名思義 它是跟能量有關係 那另外一個理解的方式 就是說它的這個單位啊 它一定是以這個能量為單位 譬如說交偶或是卡 那譬如說像我們所熟知的這個 這個HR 跟這個U內能 當然它都是以交偶或是卡為單位嘛 那G跟A的話 這代表自由能 那它事實上也是以交偶跟卡為 來當作主要的一個單位 好那 比對於能量函數的其他的這四個 我們把它當作是一個非能量函數 那它的這個概念是來自於 它的單位 既不是交偶也不是卡 那當然對PVT 這個壓力還有溫度 這個壓力體積跟溫度 它單位當然都不是這個交偶或是卡 那有些人可能會覺得奇怪 說這個S啊 這個entropy 那它單位明明 它S的定義 它是這個 來自於這個 ΔQ除以T嘛 所以它應該是有一個交偶在啊 那這邊我們把它放到 這個非能量函數的一個 一個原因是在於 那事實上S的單位 它除了交偶之外 它還有除上這個溫度嘛 所以對於 這嚴謹的這個分類來講 這個S 事實上它 它就不再 跟這個單純能量有關係 因為它還要除上這個溫度相嘛 好 那 這個能量函數跟非能量函數 它基本上 它只是一個 概括的一個分類法 就是把 我們所學到的這八個 或是我們所關心的這八個性質 那大概把它分成兩類 那我們這個章節要看的重點 就是說 這兩類的這些函數或這些性質 那它彼此之間的關係 會長什麼樣子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幾個簡單的一個例子 譬如說我們先從 我們之前所看到的這個第一定律 來看一下 那你要記得 我們 我們講到這幾個性質之間的這些關係 那事實上它都是來自於 一個最簡單的一個概念所衍生出來的 那是什麼簡單概念 那大部分都是來自第一定律 那所看到 或是說 所往後衍生的一個結果 譬如說我們看一下 對於一個最簡單的一個 低定律的一個 一個表示式子 當然是針對一個 這個所謂 那對一個 那對一個 那它的一個低定律 指的是這個能量守衡的這件事情 那能量守衡 那你把它寫成一個 數學上的一個式子 它就長成這個 就是DU等DataQ 加DataW 那就代表 系統內容的部分的一個變化 那它應該會表現在 系統跟外界的這個熱能 還有這個工的一個交換上 那如果這個時候 那我把 先把Q的這一項 我希望可以去做一些替換 那譬如說我怎麼替換 那我知道Q的這一項 那跟這個 Entropy 這個S這一項 有這樣的關係在 那這邊的這個 T分之DataQ 那等於DX 那這個Q當然它指的是 Reversible的這個Q 所以在這個部分 我們先把它寫起來 好這部分我把它這個DataQ 那寫成這個T等於TDX 那這個等式會成立的一個前提 是在於你所考慮 或是所關心的這個程序 它是一個Reversible的一個process 那這樣才符合它 最原始的一個 這個主要的一個定義 好那除了這個之外 事實上我現在要做的事情很簡單 那我就是想要希望說 那究竟啊 我從第一定義 這個DU等於DataQ加DataW的這個式子 那我的這個DataQ 我可不可以用一些其他的一些 譬如說這些函數啊去代替它 因為我現在等式的左邊 是一個內能的部分 U的這一項 那等式的右邊是Q加W 那我就 我現在想法很簡單 我就想要把Q分DataQ 看能不能換成這個PVTS 這幾個所謂的非能量函數 這個主要的一個表示的方法 好那我第一個 我先把Q的部分換成TDX 那那這邊有個 有個彈數有個前提嘛 就是這樣的一個等式會成立 它是考慮在這個 所謂的Reversible的一個程序 那除了這個之外 那我的W的部分 那事實上 假如你只有考慮這個所謂PV工的話 那你的這個DataW 你事實上就可以把它寫成PV 因為你假如考慮到你的這個系統 那不論跟外界之間是吸收工 或是說是吸收外界的工 或是說對外做工的一個狀況的話 那它的等式都是成 等於PV的這樣的一個式子 好 那你把 你把這兩個式子 帶到原本的這個D定義裡面 那你會發覺到 你現在這個DU 那它變成是一個TDX 那減掉PV 有這樣的一個等次 好 那你從這邊這個結果 那基本上你就看到 一個主要的一個 這個關係是存在 你現在 你就可以把 一個系統 那它的一個內能的一個改變 那你基本上 這個內能的改變 你可以把它寫成是一個 這個 這個S跟這個V的一個函數 那就是說 你是把這個系統 這個屬於能量的這些函數 那你把它以非能量的這個PVTS 的這幾個項 來去表示它 所以這個是 我們在這個章節裡面 所看到的第一個關係是 就是在這個部分 好 所以我等一下要繼續往下寫了 那我把 內能的部分 U的部分 那跟其他這四個PVTS 這四個函數之間的關係 把它寫完之後 那我下一個要寫 當然就是 假如那如果是H的部分 底H應該要等於什麼東西呢 那或者是這個底A 還有這個底G 這兩個包括自由能的這個 這個新的這個 這個函數項 那它可以表示成什麼樣子 好 那我寫完U之後 那我下一個 我先來寫H 會比較容易一些 那我如果還有印象的話 理論上這個H 它是來自於U加PV 這兩個東西加起來 那我把它定義成H 這是來自於這個數學上的一個定義 這是來自於這個數學上的一個定義 好 那我H既然長成這樣子 那我的底H 裡面上面就會變成這個 底U加P-V 那加上V-P 就是做一個全圓分的一個展開 好 那我這時候 我假如把上面這個 是底U等於T-S-P-V 那帶到這邊的這個底U的這項裡面 那我這個底H 我這個時候變成什麼樣子 那我就把T-S-P-V 我底U用這個東西帶進去 那把剩的這幾項都寫下來 那我這個時候 這兩個就可以消掉嘛 這有個P-V 那有個-P-V 那有個-P-V 所以我這個時候的這個底H 那它變成是T-S 那加上V-P P-V 那這一個 是代表 這第二個關係是 那它是把 我們這一個 H的這個改變的量 就是包括這個能量函數的 這個部分的一個變化 那以這個非能量函數 這個P-V-TS 這四項去表示它 那它會長成這個樣子 好 響鐘 我接下來稍微來定義一下 這個章節會講到一個重點 這個叫Free Energy的這個東西 Free Energy指的是自由能 你們在這個物業裡面會常常用到這個性質 它主要可以幫助你去判斷 不管是化學反應或是說一些物理的一些現象裡面 這些現象它應該怎麼走 或是說它走到某個階段它是不是屬於一個穩定 或是說它是不是屬於會發生的一個狀況 那你都可以利用這個Free Energy的一個改變 或是Free Energy的一個大小去做到一個判斷 那Free Energy它事實上有兩個項目都代表Free Energy 那其中一個叫Hemmholtz的Free Energy 那一個叫Jupe's Free Energy 那分別是以這個大A或是大G來代表它 那這個Hemmholtz的Free Energy有的課本把它寫成大F 那你記得它指的都是同樣的東西 那它的定義叫做這個樣子 這個A就是我們把它定義成這個內容的部分 它剪掉這個S跟T成在一起 那對這個Jupe's Free Energy來講 這個G的部分 那事實上它的定義是來自於 你把H跟S跟T 剪在一起就會得到這個Free Energy主要的一個定義的一個式子 好,那這兩個式子,它的主要的一個意義我們等一下會繼續講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這邊,我們想要看的一個重點 那我現在既然知道這個A代表這個Hemmholtz的Free Energy 那它的定義來自於這個u-ts 那你要記得這個Free Energy 那它的定義跟這個h一樣 這個u加pv,那這個Free Energy是u-ts 或者說這個g是h-ts 那它當初最 最初的一個想法它都是來自於數學上 我們把它這兩個式子寫在一起 那覺得它會可以表示上會比較簡潔有利一點 那至於說衍生出來的後續的一些 包括我們之後會跟大家交代說 這個Free Energy的一個重點 或者它的一個重要性在哪裡 那個都是後來的人在去發展出來的一個主要的一個內容 好,所以我們先看一下從第一個式子 那這個dA的話 那我就把這個式子帶進去理論上我會得到 這個dA,那我全圍分展開之後 應該變成dU-ts t-s,那減掉s-t 好,那我的重點一樣還是來自於 那我現在希望把這個Free Energy的這一項 這個dA的這部分 那我希望把它以這個p跟v跟ts 這四個非能量函數來去表示它的話 那我要怎麼做 那我現在從這個 這個dA的這一項 這個Handpulse Free Energy最原本的定義是 u-ts 我從這個式子來著手 那我得到這邊的這個尾分式 那我一樣可以把這邊這個dU 那我把它換成 我上面所推導出來的t-s 那減掉p-v 那我就把它帶進去 那這是我原本的dU 寫出來的一個結果 把它帶進去 我帶進去之後啊 那我發覺這個東西 t-s t-s可以被消掉 所以我對這個dA來講 那事實上就變成是-p-v 那減掉s-t dA 那 這個是啊 這次式子 那基本上就告訴你說 我的一個系統的一個 free-edge的一個改變 就是dA的這一項 那基本上 是什麼的函數啊 它是 第一個體積有關係 那第二個跟溫度有關係 所以當你的這個系統 在所謂的這個定容 就是定體積 那跟定溫 的這個狀況下的話 那你會得到 這個系統的 這個free-end edge 它是不會變化的 它的底下應該是等於0 你從這個式子 你會看到這樣的一個結果 那你這邊你記得 再加一句 它要是一個reversible的程序 那這是為什麼 那你要記得 我們從這個de-u 我的de-a 最後這個項 那是從de-u 這邊把它替換過來的 那你記得你的de-u 你當初在導的時候 你有用到這個data-qr 所以這個有考慮到 這個 所謂的 在這個reversible程序下 所發生的一個事情 所以最後對這個de-a的這個式子 你要記得它的式子 這個會成立 那也是成立在於 你的這個系統的這個狀態變化 那它是屬於一個可逆的一個 一個這個狀態變化 所以當這樣的一個狀態變化過程 假如它是在定容 而且是一個定溫 一個程序下 而且它是一個可逆的一個程序下的話 那你就會知道 那不管它怎麼變 那這個系統的這個free-end edge 它都是不會改變的 你可以從這邊看到這樣的一個結果 好 那這個是a的這一項 那另外的還有這個g的這一項 應該長的什麼樣子 好 那假如是這個g free energy 這個g的這一項 那我一樣從這個g 最原始的定義 是來自於h-ts 所以你的dg 應該是變成是dh 那減掉這個dts 那展開就是t-s-dt 好 那這個東西 那一樣 我這裡面的dh 我假如把它替換成我剛剛有寫出來的這一項 我用這個t-s跟v-dp 這項來去替換它 那把剩的寫下來 我看一下原本的這個dg它會變成什麼樣子 好 那這個時候這個t-s一樣可以消掉 所以對dg來講 它就變成是v-dp 那減掉s-dt 所以你在這邊你一樣會得到這個結論 那我既然知道 我的這個g free energy 那它最後可以表示成 這個系統的這個壓力 還有這個溫度 所組成的這個函數 那所以當我這個系統 是在一個這個所謂的定溫 而且是一個定壓 那一樣 假如這個系統 它的這個程序是在可捏程序下的話 那我就會得到 理論上這個系統的free energy 這個g的部分 它是不會改變的 所以你會得到dg等於0這個結果 好 所以這四個式子 這個包括du dh 還有da 跟dg 那這四個式子 它就分別代表 我的這四個 這個所謂的能量函數 這個hu 還有g跟a 這四個能量函數 那假如它以這個所謂的非能量函數 那什麼叫非能量函數 那什麼叫非能量函數 就是所謂的pvts 那以這四個 非能量函數來表示的時候 那它會長成的一個 主要的一個 這個數學上的一個等式 我們就可以從這邊看到這樣的一個結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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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一個要講的 這個Free Energy 主要的一個意涵跟主要的一個概念是什麼 事實上包括這個Hempos跟Juice Free Energy這兩項 包括G跟A 它都是我們一般所統稱的自由能的一個東西 這個自由能基本上是可以拿來判斷 你的這個系統是不是可以達到這個所謂平衡的一個熱力學的性質 那這個平衡是什麼意思 平衡這件事情在熱力學裡面 我們把它理解為當你有一個反應或是一個程序 那它譬如說是有個這個所謂正向的反應 就是從1到2,1號狀態到2號狀態 而且這樣的一個程序它可以被反過來從2號狀態又可以回到1號狀態 那假如這個從1號狀態到2號狀態的這個速度 那跟2號狀態回到1號狀態的這個反向的這個反應的這個速率 假如它是相等的話 那我們會把這件事情叫做這個所謂 equilibrium 就是所謂的這個平衡 所以下次當有人問你什麼叫平衡 那你要 你比較有這個系統性的一個說法 就是說對於這樣的一個平衡的一個系統來講 那它存在這樣的系統裡面一定會有 會有一個這個正向的一個反應 那跟一個所謂的逆向的反應 那你當你這個正向反應的一個速率 那剛好等於逆向反應的速率的時候 那我們會把這樣的一件事情 稱作所謂的這個平衡的這樣的一個概念 好那平衡這個東西啊 那平衡這個東西 那在你們這個材料科學裡面 或者甚至這個化學 那或者是甚至這個比較屬於物化的這一塊領域裡面 那平衡這個東西大概有三個主要的一個 這個內容都會講到這個平衡 那第一個是所謂的溶解平衡 那溶解平衡指的是譬如說你假如有把這個鹽巴丟到水裡面 那這個鹽巴跟鹽巴溶在水裡面 它基本上它是一種這個溶解的這個動作 那這個溶解的動作當它達到這個所謂的飽和溶解度的時候 那事實上這鹽巴溶到水裡面的這個速度 那應該會等於這個鹽巴從水裡面吸出來的這個速率 所以它會有這個所謂的溶解平衡這樣的一個狀態被達到 那除了這個之外 那我們所關心的在熱力學這堂課 那事實上所關心的是這個另外這兩個 那是一個叫這個像平衡跟這個化學反應平衡 那像平衡顧名思義當然就是 假如你有這個譬如說你的某一個物質 那它在液象跟氣象之間達到這個平衡 那譬如說這個水從這個水的液態變成水蒸氣 那它在100度吸的時候它在沸騰 它可能可以達到一個這個所謂的一個 這個氣液之間的像平衡 那或者是說這個固體跟固體之間的不同的這個結晶象 它也會有這個所謂的像平衡這件事情 那最後一個是這個化學反應平衡 那它只是 就像上面所畫的這個四溢圖 你假如有一個反應 那它可以有一個正向有一個逆向 那這個產物跟生成物之間 也可以達到這個所謂反應上的一個平衡的概念 那究竟平衡這件事情 那比對於我們這邊所講到這個重點 來比對我們今天所講到這個部分 這個free energy的一個概念 那跟平衡之間究竟有什麼樣的一個關係 好 那我們這邊會舉個例子 那來說明這邊的這個主要的一個狀況 好 那這個例子 它基本上它是有一個 像我黑板上所畫的這個裝置 那這個裝置啊 它大概就是有一個這個類似一個這個針筒 或是這樣的一個圓筒的東西 那這個東西啊 它的外圍的部分 那它有做一個這個所謂的一個 它可能有熱水在外面做一個加熱的一個動作 所以它的這個外周遭的這個部分是一個 這個heat的這個base 就是它指的是一個熱油或是熱水 那它拿來做一個加熱的一個用途 所以對於這樣的一個裝置來講 那我裡面假如原本是含有這個水的液體 那因為我受到外面的這個熱油或是熱水的這個加熱 所以我會從外界吸收一定的熱的熱量 叫做Q好了 好 那我這個水吸收熱量之後啊 那它有可能會有一部分這個水 那變成是一個水蒸氣嘛 因為它可能會因為吸收熱而產生這個揮發的這樣的一個效果 那所以發生在這個系統裡面的這個事情 那一定會有一件事情是這個 這個liquid狀的這個水 那它一定會變成這個水蒸氣的這樣的一個行為 好 那它從水變成水蒸氣之後 那你可以想像 那存在在這個空間裡面 這個空氣端的這部分的壓力 應該會變得比較大一點嘛 因為你有 你可能有一部分的水被揮發上來 那被揮發上來之後 那上面這個空間的壓力就變大 那我假如上面這個空間的這個地方有頂一個 這個類似活塞的一個裝置 那因為我這裡面的空間的這個壓力變大 那就代表我可能會有那個趨勢 可以把這個活塞往外頂嘛 因為我可能裡面這個壓力 假如可以帶來外界的這一大氣壓的話 好 那你把活塞往外頂的這個動作就代表 你可能對這個系統來講 我現在假如把系統刮成是這個 整個這個空間包含這個活塞的這個位置 那我對這個系統來講 它就有能力可以對外去做工嘛 那它最後要做工的一個這個 能量來源就來自於 我從外界去吸取原本的這個QR這個熱量的一個部分 好那這樣一個狀況 我一個很簡單去解析這個系統的一個方法 那我當然是從這個所謂的這個低定律去看一下 那低定律它基本上就是講的這個能量守能這件事情 好那這個低定律 好那這個低定律基本上就告訴你說 你的這個系統這個紅色這個框框 我所框起來這個區域 那它跟外界之間的這個能量交換的一個形式 那它應該會累積在系統的本身的能量的內容這一項 所以你會得到這個低定律 那等於低定律Q加低定律W 好那 假如我現在 去考慮一個特殊的一個狀況 那是什麼特殊狀況 假如我把現在的這個程序 這個系統從外界吸取熱量Q這麼多 那它會得到這個能量 那得到能量之後 它就有能力可以頂著它上面這個活塞 那去對外做工 那假如我把這樣的一個程序 我把它假設它是一個 所謂的可逆的一個程序 可逆程序的意思就告訴你 這個程序這個過程裡面 那它不會有這個摩擦力的一個產生 那假如考慮成是一個可逆程序的話 那我原本的這個 捏的這個改變的量 那它應該長成是這個樣子 那我就把 我事實上就把這個Q的 跟W的這個 這兩個部分的下標加一個REV 那去代表 欸假如我現在這個程序 它是一個reversible的話 好那比較 比較於是一個reversible的程序 我原本 上面所寫的這個式子 那我把它當作是一個實際上 一個這個程序 那所謂實際上的程序 代表它可能有 這個摩擦力來產生 那或者是說 它指的是一個不可逆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狀態變化的一個過程 好那 我現在把這兩個式子合起來看的話 那我合起來看的一個目的就在於 我想要看一下 那當 你的這個程序 它是一個可逆的 或者是說 它是一個不可逆的 那它會有什麼樣的一個差別 對於這樣的一個系統 好那你把它合起來看 你幫你把這個第一個式子 跟第二個式子寫在一起的時候 那你會發覺到 那第一個式子跟第二個式子 等式左邊 它們都有個DU 那DU 它指的就是內能的一個改變 那這DU 大家應該都還有印象 這個內能這一項 它是一個 這個所謂的 State Function 它是一個狀態函數 那狀態函數的意思就是說 它只會跟前後狀態有關係 它不會跟你的系統是可逆 或是說不可逆 會有任何一個差別 所以理論上 不管它是不是一個可逆的一個程序 那你的這個U的 內能的一個改變量 應該都是一樣的 那所以你會得到下面這等式 就是Q跟W 在可逆的程序下的一個值 加起來 那會等於這個 實際的這個狀況 就是不可逆的這個程序 所看到這Q跟W的一個加成 好 那因為你知道 對可逆程序來講 那它的這個功的這一項 那它理論上應該是一個 具有最大的一個功的一個狀況 這是我們在之前有講過的 那為什麼在可逆程序下這個walk 那它有一個最大的功 那原因是在於 那你秉除掉這個摩擦力的這個因素來講 那你可以想像所有的這些能量 它理論上可以拿來被轉換成功的這個可能性 或者可以拿來被轉換成功的這個百分比 應該是最大的嘛 那我會加上一個絕對值的原因是在 那假如你是對外做功 它會是一個負號 所以你把它加一個絕對值 看起來會比較好看一點 好 那你假如覺得說這個 WREV 會比這個W 實際上的功來的大的話 那你就會得到 這個Q的這個部分 在可逆程序之下 Q理論上 應該也會大於等於 這個實際狀況的這個Q的一個值嘛 好所以 這邊這個程序 那主要就是跟你 不是程序 這邊的這個狀況 那主要就是告訴你說 欸 假如這邊的這個 這個系統 那它在 實際的狀況下 那跟在理想的狀況下 那所謂理想狀況就是指的是 這個可逆的狀況下 那它所產生的這個 跟外界之間的這個能量 就是說它從外界之間所吸取到的 這個熱量的一個值的一個差別 那就有這樣的一個 一個不太一樣的情況 好那這是一個 我們先 先這個 大概看一下 那這一點等一下會用到 好那我現在就回到 我這邊要講的這個主題啊 那究竟這個平衡這件事情啊 那跟我的這個 這個free energy之間 有什麼關係 好那我來看一下 那 究竟啊這個 free energy的改變 那那針對平衡這件事情 那它有什麼樣的一個 直接的關係 那我現在假如 我一樣考慮跟剛剛一個 類似的一個狀況 就是我一樣 我一樣有一個這個 這個系統 那在這個熱油的這個鍋裡面加熱 那我唯一的不同性就在 我現在假如固定這個系統 這個體積 固定體積的意思就告訴你 那它上面就不再有一個 這個活塞的這個裝置可以讓你去調整這個系統的體積 那就是說 這個整個系統 它是一個密閉的 那這個密閉的 這個系統裡面 那它一樣有這個水的部分 那跟水蒸氣 那我假如把它放在這個油浴裡面 那當然它從外界會吸取這個熱量Q 那吸取熱量Q之後 那它就會產生 這一個對這個系統裡面的這個水來講 那它就會有這個從液態的水 那變成這個氣態的水 它是屬於一個揮發的這個過程 那我假如去固定這個系統的這個溫度 那我假如固定在它的溫度是在這個T的這個值的話 那請教你 那對這個系統所衍生出來的 這個Free Energy的一個改變有什麼樣的一個狀況 那我首先就來看一下 那究竟對這個系統來講 那系統裡面這個水 從液態變成氣態的這個過程裡面 那它的這個Free Energy的一個變化 那你應該可以怎麼寫 那你知道Free Energy的一個這個 表示的一個式子 那我從最原始的一個定義 這個假如這個A是U-TS的話 那我當然這個底A來講 這代表這個Free Energy的一個變化的量 那它會變成是底U 那減掉T-S 那減掉S-T 那這個S-T我就直接把它槓掉 那原因是在於 那我這邊先假設它是一個 這個恆溫的一個狀況 那我先把這個 底A的這個部分 我先把它槓掉 所以對於Free Energy的一個變化的話 它會寫成是這樣子的一個式子 那對於這個式子來講 那我等一下 接下來繼續要做的動作就是在於 那我希望可以把底U跟底S是多少 那我可以把它劃開 那這個跟我在 這剛剛一開始所講到 我要把這個 這個能量函數這個Free Energy的部分 它表示成一個非能量函數的一個 一個表示式子 是同樣的一個想法跟概念 好 所以對底U來講 它應該等於什麼東西 那這個過程 這個內能的一個改變 它一樣 它是一個 Cross System 它是一個密閉系統 所以它一樣來自於Q跟W的一個效應 好 那在這個部分 W的一個 這個部分應該是一個0 那為什麼 因為你的這個 系統 它是一個 這個所謂定容 就是它是Constant Water 所以它理論上應該不會有這個PV工的這一項 所以這W部分我先把它劃掉 所以這個底U來 你等一下可以直接把它寫成這個DataQ把它寫進去 好那除了這個之外 你的這個底S 就是 我事實上 可以把它寫成 我從底S最原始的定義 它是等於這個T分之DataQ 那你記得這個Q指的是可逆的這個Q 那我把這些東西都把它帶到 這個底A的一個表示式子 來看一下 你的這個底A會變成什麼樣子 所以這個時候這個底A 那你發覺到 它竟然變成是這個兩個Q相減 那這兩個Q是哪兩個Q啊 那是代表一個 實際狀況下的這個Q 就代表說 它可能是一個不可逆程序 或者是說是一個實際程序的Q 那減掉可逆程序下 所看到這個Q的一個值 好那 大家再回來看一下 我們在這個部分看到的這個結論 這是剛剛所看到這個結論 然後這個結論我告訴你說 這可逆程序下 你所看到這個Q的值 它會大於等於實際狀況下 所看到這個Q的值 那我再回來 回到這邊的這個值 這邊這個Q的一個改變 那告訴你說 欸我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 液體變成氣體 對於水來講 那這樣的一個像變化的過程 它的一個Q的一個變化 那我最後可以把它寫成 實際狀況下的這個內能 然後從外界吸收的內能 那減掉 假如這個程序是一個可逆程序下 那你看到 抱歉不是內能 是這個熱能 那減掉這個可逆程序下的這個熱能的一個部分 那這個意思是代表什麼 好 那這個意思啊 就告訴你說 假如說 假如我現在啊 那跟你講 我的這個程序啊 這個東西放在這個油液裡面加熱 那它 這裡面的這個水 產生熱蒸氣 從液態變成這個蒸氣態 這樣的一個過程 那假如它是一個不可逆的 那不可逆的話 就告訴你說 我的這個程序下 那我所看到的這個 跟外界之間的這個交換這個內能啊 理論上它應該會小於 這個可逆的這個Q的部分嘛 這是我從這邊看到這個結果嘛 我知道可逆的Q 那它應該會大於等於實際的這個Q嘛 所以假如你是一個不可逆的程序下的話 那你的這個Q的值應該會比可逆程序下Q來的比較小嘛 這跟公的這個道理是一樣的 就是你可逆程序下的公應該會比實際程序下的公來的大 所以你可逆程序下Q啊 也會比實際的 實際狀況下的Q來的大 所以你會得到這樣的一個這個結果 好 那這個結果 你把它帶到 上面的這個底A的表示式子 那你會得到 這底A它是一個小英零 就代表它的浮運Energy 是一個往下掉的一個狀況 好那你要記得喔 這個 這個程序叫做不可逆 它指的是什麼意思 它指的是這個 Liquid變成Gas的這個過程 就是說對於水來講 它從液態水變成氣態水這個過程 所以我把它寫成反應式子的話 就代表 發生在這個紅色的這個框框 所框起來這個系統裡面 那它就只有從液態變成氣態的這樣的一個程序而已 因為它是一個不可逆的嘛 就代表它可能氣態回不了液態的這樣的一個過程 好那這件事情啊 它會比對於 假如我現在這個程序來講 那它是發生在這個所謂的一個可逆程序下 然後我想說現在這個程序啊 那這是什麼程序 那就代表這個水從外界吸取熱量 那變成水蒸氣的這個過程 那假如它是可逆的 那可逆的就代表 你的這時候Q 那剛好會等於這個 reversible程序下所看到的這個Q嘛 所以你的這個DA 這個free energy的這個改變 你這兩個相減 那它應該會等於0的一個狀況 然後這件事情你要記得 它是告訴你說 既然它是一個可逆的嘛 就代表我原本是從液態變成氣態的過程 那在這個時候 它在理論上應該回得來嘛 就是說它從氣態也可以變回來 這個液態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狀態的一個變化 好那我們通常啊 會把液態變成氣態 那在某一個固定溫度下 那假如這個氣態又可以變回液態的這樣的程序啊 我們通常會把它叫做這個所謂 這個系統它會達到 這叫向平衡 這樣的一個字眼嘛 就你假如你現在有一杯水 那在一個空間裡面 那它的水變成水蒸氣 跟水蒸氣變成水 的這個過程 那它的這個 變來變去的這個 這個 從A變成B 那從B也可以變成A 那我們會把它當作 它是一個所謂的一個平衡嘛 就是從這個 相跟相之間的一個轉變 我們可以得到這樣的一個說法 好 那比對這件事情來講 我假如是在 我假如是一個這個不可逆的這邊 所看到這個結果 就是我從液態變成氣態 那假如它是一個單方向的一個 這個狀態變化的話 那事實上 我比對下面這個雙方的這個 雙方向的這個狀態變化 我會把上面這個部分 把它叫做是一個 不可逆 就是非平衡狀態的一個 一個這樣的字來去描述它 好 所以你從這邊 那你最後 我們得到了這個 最後的一個這個結論 來這邊最後得到這個結論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不管你是一個可逆 或者說它是一個不可逆的 那你的系統裡面這個水啊 它只要吸收熱量 它就一定會變成水蒸氣嘛 所以就代表 那這個差別只是在於 它究竟有多少的這個水變成水蒸氣而已 好 那這個水 吸收熱量變成水蒸氣的這件事情 它一定是一個自發的一個程序嘛 那除了自發這件程序之外 那它剩下來的一個差別就在於 那究竟 這自發這個過程 它是一個不可逆的自發呢 或者是說它是一個可逆的一個自發 假如是一個不可逆的自發 就代表 我的這個系統裡面的這個水啊 那它就只會變成水蒸氣 它是一個單向的一個變過去的一個 這樣的過程 那就代表這個過程 它是一個非平衡狀態的一個意識 那假如它是一個可逆的程序的話 就代表 系統裡面的這個水 那可以變成水蒸氣 而且水蒸氣 同一時間也會可以變回來 變成水的一個樣子 水的一個液態樣子 所以假如它是一個可逆的話 那我們就會把這樣的一個程序 稱作是一個這個平衡的一個狀 這個所謂的平衡的一個狀態 好所以最後的這個結論就是告訴你 這個自由能啊 這個free energy的這個熱力學性質啊 那它基本上就是可以拿來去判斷 你的這個系統 是不是可以達到平衡的一個 這個主要的一個指標 假如系統達到平衡的話 就代表 這系統的free energy的一個改變 或說這個dea的部分 應該要等於0的一個結果 那除了這個之外 那它同樣的 跟這個entropy 我們在上個章節的時候 講到這個entropy的一個定義 跟衍生出來的一個想法一樣 它一樣可以拿來去判斷 你的這個系統 是不是屬於一個自發的一個程序 那假如系統是屬於一個自發程序 就代表它的free energy 它一定是一個小於等於0的一個結果 那比對於這個entropy 假如是一個自發程序的話 那這個dea應該是一個 大於等於0的一個狀況 那這之間的一個差別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我們在新年 變成為一個小於0的一個 小於0的一個計程序 我來不及過 我來不及看 我先祈禱 我先祈禱 我先祈禱